实战教学第25节 决赛圈最蠢的事情莫过于 当你发现一个敌人 就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暴露出去的攻击他 就算你干死他 你也会被别人干死 记住这是决赛圈的大忌 第二个在决赛圈如果要做伏地膜 我们就往高处走 千万不要在低处去做 因为高处观察低处的伏地膜 真的特别容易找到 学会的双击铁粉 巴巴巴 实战教学第35节 当我们近距离不开近于敌人钢枪的时候 我们的走位一定要向一个方向去移动 千万不要左右摇摆 朝一个方向移动的最大优势 就是敌人很难一直把枪口对准你 它是拉不过来的 第二个当我们进入天命圈 如果我们有人数上的优势 千万不要去做伏地膜 一旦运气不好被敌人偷掉一个两个 那么我们的优势就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找辆车满地图找人 很多敌人看到一车的人都不敢开枪 这一招看似很浪 其实更稳 学会的双击 拜拜 直播的时候呢 遇见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队友看见房子里面有人 我说你们不要着急 等我过来大家一起上 等我快过去的时候 我就跟我队友说上上上上 我们就冲过去了 冲到楼下面 我一翻为墙就看见一个人 我就行刺这是不是有点傻 搁那干嘛呢 我干到他之后 我就说是我上二楼干他队友吧 结果我一过去一看 咋又度强呢 我说我这是走反了吗 然后后来我就搁那边跑 我就发现自己 咋在二楼呢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我翻为墙的时候 我队友呢 正好开车怼了我一下 其实我翻进去的 其实就是二楼 然后当时没把你笑死 实战教学第73节 当我们在攻楼的时候 有一个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们发现楼上里屋的人在卡我们视角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丢一颗雷 立马下去 等他从窗户口跳下来 然后就可以很轻松地干掉他了 这个呢就是心理战 假如是你的话 你突然看到一颗雷在你脸上 那么你的第一反应也肯定是从窗户口翻下去 心理战啊 第二个 当我们发现敌人想要开车走的时候 我们正好架他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确保他含有队友的情况下 我们就千万不要着急去打他 可以等一下他队友 等他队友上车一瞬间立马开枪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然后学会的双击 实战教学第74节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小套路啊 就是利用假车库的优势来进行击灭 大家平时啊 可以多开车在假车库附近多溜的多转圈 如果有人打你呢 你就开车把他们勾引到假车库 之后我们就会用假车库的优势 卡楼梯 将他们进行逐一级面 这个呢 也算是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套路了 然后学会的双击 爱你们 最后呢 铁粉呢 能不能双击评论一个888 然后赵哥呢 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爱你们 一波小团面送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